端午节除了华龙粥之外呢 当然也要吃粽子咯 大家知道呢 家里的火鸡肉饭是文明全台 今年端午节 家里民众推出了创意火鸡肉粽 把可口美味的火鸡肉呢 拿来当肉粽的馅料 民众表示 火鸡肉粽不但是全台湾第一次出现 同时也把家里的在地美食发扬光大 火鸡肉包粽子 原本有名的家里火鸡肉饭 现在在地民众突发奇想 趁着今年的端午节 再把火鸡肉拿来包粽子 不但风味独特 而且营养又好吃 好吃 好吃 比那个豬肉还好 吃得很香 吃得不太香 这个肉粽 他那个火鸡肉 他吃起来比较Q 他那个什么 低组合高蛋白 吃起来是很健康的 嘉义市首次举办包火鸡肉粽 只送不卖 由发起人翻射里长郑秀玉 联合翻射民生社区 事工妈妈一起包粽 招待弱势身心障碍朋友 人家说嘉义出生的是什么 就是鸡肉饭 所以我们社区为了要凸鲜 或是要把我们的火鸡肉 发扬出来的 所以我们不许重不足 用火鸡肉来包肉粽 火鸡肉粽是在台湾政府 加翻十里有创意 就在包粽子 目前台湾政府没有 火鸡肉粽 火鸡肉粽的新创举 让大家品尝嘉义市 火鸡肉的好滋味 也将嘉义地方美食 发扬光大 新唐人亚特电视 叶玉明 台湾嘉义采访报道